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俠子思辨,我是俠子班人 今集一定要跟大家說一聲新年快樂、苦年快樂、苦苦心慰 祝大家今年萬事勝義、身體健康最重要 今集最主要是說一些公學的話 還有說多一點,接下來俠子應該會在頻道上加多一份投資 其實很多人未必知道,其實我以前在Facebook被人關閉了之前 我一個叫股海俠子的Fanpage 其實我一直有講開股票,或者投資相關的東西 甚至在Hilton的Course那裡,其實我都會有一個頻道 其實每個星期會分享一些股票的投資心得 又或者純粹分享一些關於股票的知識 又或者是關於一些公司架構的東西 如果大家就知道,我本身有講過很多不同做生意的東西 當然,對股票方面也有另一套投資心得 又或者是策略等等 所以在新年之後,希望可以跟大家更新更新 關於市場上的訊息 又或者一些上市公司的資訊 又或者有什麼好的股票 又或者NFT 又或者很多不同的投資標的 又或者產物都可以跟大家介紹 然後,大家要先知聲明 未必有字幕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今天講的東西 可能是會即日 又或者是之後一兩天就會出門 起碼我們一定要在捕捉市場 就不會說可以加到字幕 因為加字幕起碼要花幾天時間 所以就沒有字幕了 亦都這樣說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最快的 可以把握市場的機會 有些機遇的東西 就一順即逝 好似我自己這樣 我會分析兩個市場 多數香港那邊 就是一些比較中大型的股票 亦都可以支持到 可以長中短渣都可以 但短期的時候 一定要做回不同的策略對應 如果中長期 就可以因應現在的市勢 又或者現在的股價 PE、PB、PEG 去利益那種股票 正值得買 當然 接著我還會說少少美股那邊 我美股那邊 純粹是短炒的 說明是一爆就賺 然後一跌就回 所以那些價位 會吃得比較緊一點 亦都這樣說 因為兩邊做的策略完全不同 如果港股那邊 心安理得營 如果在美股那邊 就叫驚心動魄營 很快就會止蝕 很快就會止賺 這些全部都有不同的方法去做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最主要我們做人 在投資任何一個標的 我上一集不是說謹慎 很謹慎地去慎選你的投資策略 都是非常重要 很多人投資是憑感覺的 所以我完全不贊同 或者我覺得 因為我試了很多年 就是用感覺去買的 那個人說完那隻股票 我又感覺到那隻股票好像在上 或者好像有得做 那不如我們試試買下去吧 那這些呢 聽號碼 或者純粹是看股票編號 甚至乎看公司名字 你說能不能炒 其實也有學問在裡面 那當然了 憑感覺這件事已經過氣了很久 亦都是令人輸很多錢的一件事 那譬如說 現在我跟你說一隻NFT 是Microsoft去推出的 因為它剛剛收購了暴雪 暴雪 Welt of Warcraft 突然爆了一隻NFT 那你說能不能買呢 那如果你憑感覺直接買下去 那你可能會輸錢 那如果你說我經過分析 我知道日後的路面是怎樣走的話 那你再投資下去呢 那你的策略存在了 那跟著這個策略去買 那如果輸了呢 你會追蹤到 你策略裡面哪一點是出錯 那這個就非常之重要了 那我們很多時候做事 真的大膽假設 細心求證 你就假設了很多不同的情況 或者情況出現了 那之後你要怎樣做呢 那這些全部都是在投資的系統裡面 需要發生到的事情 那當然了 如果你說投資系統裡面 我本身有了這套系統去營運 也是行之有效的 順暢的 那你就可以繼續運用 甚至乎 將這套模式 放在你現實生活當中 那可能都會有得著 那也很簡單地說 如果你說 投資是一個學問 如果你願意投放時間下去 你就可以知道更多有關投資的資訊 不懂更多的股票資訊 又或者是投資心得 當你去做投資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一個多方向去 宏觀整件事 然後再微觀去挑選你的股票 那買完之後 基本上你就順著那個系統去營運 譬如說 有些人就做紙責 有些人就不做紙責 只是做紙蝕 那你要知道 大部分大炸牌 為什麼變成大炸牌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們買的時候是貨短炒的 賺了我就會收手 但是呢 往往你買股票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你買了下去就跌了 然後跌的時候 你就沒有一個紙蝕的系統出現 就是你結果 both軍的樹水geben 就あ customeruden通過 然後呢 一向咬 p p p 跌 until 跌到某個低位的時候 就變成了大炸牌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呢 如果你說是貨短的的時候 我會不會掉到5%的時候 我會 nano 但這隻本身是好股票 不是炒股 那你會不會在低位的時候 噢 又看不到呢 還是你會再買回 但這些中國就要留意的一樣 比如說 我實行一說 我在股海盒子或Hilton的頻道 我之前是有20多元或30多元的時候 真的有叫人入匯豐 純粹意見分享 沒有買賣建議的 完全沒有買賣建議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不會起 或者有些人覺得這隻股票沒得上升 也是一隻死的股票 那時候的論點是第一件事 你覺得匯豐會不會永遠都不派息 或者派息的機率有多高 然後我就從這個方向入手 然後真的有買到的 我自己也有買到的 現在就差不多升了 80% 100% 差不多 身邊的人如果有跟 其實他們都會知道反應是怎樣的 即使你有溝貨也好 其實都是有回本有得的 希望日後可以跟大家說多一些股票的東西 簡單一點說 其實不要只是炒世界股 或者只是炒窩倫 就會有一個非常爆發的增長 這些是會有的 亦都這麼說 短炒都可以賺到很多錢 但是如果你說 我又沒空看股票 又或者沒空看股市 又或者什麼黃金、鑽石、幣價等 那些全部都不看 那你就真的要好好地設定一個系統 然後這套系統可以幫助你選股 選一些你睡得著 心安理得 跌都不怕的股票 當然你就要設定什麼叫高位 什麼叫低位 那這些全部你要有套方案去支持你自己的投資 然後又升上去 你由50元買入 然後跌到29元 然後升上40元 你現在跌只是20% 然後升上去60元 你又賺10元 那其實你會不會在這個時間就放手呢 那這些全部都是有Strategy 那包括出售、出貨 那其實你都要考經驗 那這些希望日後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 那還有記得按訂閱 按下小鈴鐺 有什麼最新的資訊 大時間可以告訴你 OK 下集見啦 拜拜 最新的資訊 amb別 平安